我们的碗粿是用我们的再来米 土城区顶普国小的小学生们 这一节的上课时间不需要课本 不用乖乖的坐在教室内 而是要透过老师指导 用自己的双手准备食材 制作最有古早味的碗粿 校方透过农粮鼠计划 要让新一代国家主人翁爱吃米饭 从小养成均衡营养的健康膳食习惯 特别安排这样的课程让学生参与 植米教育也是因着有一个农阳署的计划 学校一直努力争取得到上级机关的补助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学校场域 让小朋友爱上我们自己传统的稻米饮食文化 那也很感恩学校有这么多黄金志工 还有我们新著名关怀协会的理事长 协同学校一起来运作 炒羊肉 然后还要炒这个 肉 还有菜脯 那如何的研制米将如何用米 然后传承他们知道平常在吃的米浆 原来可以变成碗粿 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知道的就是 传承给孩子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米食文化 看到这些就像看到自己的孙子一样 所以很开心 而且看到小朋友都很认真 真的很超开心的 我们一早很早就要来准备一大堆的东西 让他们很高兴就好了 米类是营养最均衡的热量来源 而且不只有煮成白米饭的单一选择 校方搭配新比试家长志工教育成长协会的协助下 指导学生做碗粿 自己动手做相较于课堂中只有听讲 对孩子们来说自然是更有乐趣 我们做花贵的感觉是好吃又好玩 我觉得在炒萝卜的时候 闻到香味我的肚子都咕噜咕噜叫了 我本来讨厌吃花贵 可是这次的过程让我喜欢吃花贵 我觉得今天做花贵的心情非常好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我们还切了东西又要煮东西 真的很好玩 今天原本我不想要吃花贵 我要给姐姐 可是我闻到肉的香味 还有萝卜的味道 所以我就不想给姐姐了 我想要自己一个人独托 以台湾好米制作花贵的课程 不只是让同学们有动手做的机会 同时也学到米类相关的营养知识 爱上吃白米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 你不不不想赞 中家新闻林立五里家豪 土城报导